把这个燃板起下来 然后我们把胶带 拉住胶带 然后把胶带套上去 套上去之后 把这个胶带稍微拉长一点点 然后我们把胶带是这样放进去的 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放进去之后它会卡住 然后这里还会卡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胶带头 把这个胶带头弄出来 然后胶带就把它拉往下拉 往下拉 拉了之后有粘性的一面 朝右边 有粘性的一面 朝右边 然后在这个 这个这个篮子上面有个奥槽 在这个篮子放在篮子里面 然后把它再折回来 弯回来 有粘性的一面 站在这个这个篮子上 站在这个就是说啊 到胶的那个 胖胖上 然后再折回来 也相当就是说折一个S型 也就是相当就是说折一个S型 折回来之后 在这里折下去 这里折下去 也就是说始终有粘性的一面 记住始终是朝右边 然后这里我们设备的这里有一个隐藏的按键 你点一下它这个会张开 你再点一下会关闭 你点一下它会张开 点下会关闭 也就是说点一下张开 然后把它按住这个卡槽里面一样的折一个形状 就是说弯一下弯一下弯到这里面 然后把它往下拉 把它往下拉 拉了之后 右手把胶带成这种状态 然后把它关掉 把它关掉 把它关掉 关掉之后 相对应的把胶带留一个长度 用剪刀剪一个长度 胶带就是这样装的 然后穿线 刚刚我们有讲过张力器是怎么穿的 然后我们就是说 穿到机器上的防吊线器 现在已经讲过了 这里有一个机器 这里有一个网球拍 在网球拍的孔里面穿过来 穿导针 相对应的啊 123456789101112 一样的123456789101112 穿过去之后 把这线拉直 夹在手指夹上 然后把线都插到